回想的话 如果讲话再拍一点的时候 将会有两道声音重叠的现象 这种现象大概会发生在同步翻译的时候 会有这种回想的感到 是不是感到到亲的人我不知道 但是会感到到讲的人 好像是在为自己等一下如果讲过好 先找一个借口的样子 刚刚听到老师在介绍的时候 这是我第一次经验 阿罗高中主持的老师出来的是英语 然后听的同学也若无其事的听着 表示说好像非常熟悉这个环境 好像没什么 听这些英语就好像讲台语一样 讲中文一样 那我感现到很不一样的那种分类 今天那个发文做的不怎么样 一点都没有读文病 因为是我后来才详细看了一下 除了今天的演讲以外 明天还有整天的这个外语课程 那刚刚我们就有办法有文的人在讲 虽然文化这个叫做东北亚文化简单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好像课题是这样子的 那很大的题目了 这么大的题目其实很不容易简单讲 那这个不好意思 这边就写了中科实验高 我本来是要写高中 还是日语叫高校 不过这个日语叫做高校 高校是指高中 可是这个用语啊现在很乱 因为中国呢把全部的大学叫做高校 高校教育 那高校呢在这里是高中 那个台湾叫做高级中学 那个就是说在这个之间 有点意义上的混淆 那大家可能知道 现在在这边亲的各位 还是今年进入这个学校的同学 那我先问一下 虽然这个我们的整个活动 有四个题目 那第一个题目就是 东北亚文化简单 那个其实讲东北亚 我等一下会对东北亚稍微再做定义 那个不过先不要谈一下 会日语学过日语的几首 学过日语的 好像有 一 二 三 四 左右 好 学过韩语的请几首 一位 好像一位的 如果我没有看就好像是一位的样子 我会日语不会韩语 只有一点点而已 所以呢 这里讲东北亚文化 东北亚是哪里呢 我们看看 那个我们整个活动呢 有东北亚文化简单 和东南亚 亚洲就有两个地区了 还有东南美 东南美就是西班牙系 那还是欧洲文化 那亚洲就分成东北亚跟东南亚 其实亚洲不仅仅只有东北亚 也不仅只有东南亚 更大 看一下 各位看的语词里面呢 东北亚的国家指的是哪里呢 我们指亚洲 因为有一个用语叫东亚 可以叫东北亚 还有东南亚 还有南亚 还有其实 还有中亚跟西亚 大家都知道 亚洲是全地主最大的路快 那跟欧洲是连在一起 不过呢 有一个很辛苦的法文 我们就对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 大概就在这里吧 就这个地方 那早上还是有 越南文化的老师 那越南是属于 应该是有秀之兰 在东南亚 东北亚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次 叫小东北亚 要抢东南亚 要讲东南亚 要讲欧洲 都一直到 我们现在的 执政的政府呢 所在推抖我们国家力量的一个 伸展的一个目标地 最主要是东南亚 东南亚特国 这个是我们现在用意最深的 除了美国跟处于东北亚的日本以外 不过这些都是已经长远的稳定的交往 但是呢 东南亚现在呢 成为全世界先进国家竞争的产业 每个国家都想进去这个广大的地区呢 做出适当的贡献 获得合理的利益 这个是虽然非常多的国家的目标 都在东南亚 那哪些国家会到这边去呢 不用说美国 那在亚洲呢 日本、韩国跟台湾竞争的非常厉害 然后中国也会去展开它的 这个怎么样 它的力量 那可是回过来 又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的位置的话呢 当然未来的这个发展的部分是 怎样 是往东南亚 可是东北亚又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 看一下嘛 好 那个 这种话题表示说 我看到这个屏幕的时候 假如后来 我来这里才知道同学是 国同毕业进来报应嘛 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严肃的 应该还不是这么年轻的 小朋友也关心的 关心的样点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听了别的很爱困 就打个水吧 然后那个主论有规定不可以发手机是不是 有规定 不可以 没有规定 可以发 可以发手机 太无聊的发手机 不过如果你发手机 我会把你当做 就是在找我讲的内容 有关的东西 有关的东西 好 好 那我们在看着 这个要进行往路一下 可以 慢慢的 这边 我大概等一下 看着一下 也可以 不过 这个 上去可能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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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